大家好我是广市小凤 坐了半个小时这个电动车终于到我爸这个房子这里了 这个别室这里了 我去东莞之前呢 我要回来看一下这些门窗啊 然后有没有锁好啊 还有有没有垃圾这些要打扫一下 因为我爸交代我了 就说去东莞之前一定要回来看一下他门口 然后有什么东西啊 要弄的弄一下就ok了 现在我就去看一下那些门窗也没有弄好 这个就是我爸的别墅 这个房子建了差不多30年了 看到没有上面都掉下来了那个水泥 果然啊这些窗都没关 门也不知道锁了没有 现在我就去把这个窗啊把它关好 这个钥匙啊我已经带回来了 果然啊这些窗都没有关 把它关一下就ok了 不要关了这么死 关砂窗然后把这个玻璃不用关这个砂窗可以透气 让老鼠进不去就可以了 看看里面这里还有什么 把这个垃圾扫一下 再来去楼里看一下有没有堵住了 这些东西 就是也没有什么垃圾 因为我爸出去之前啊把扫了一遍 所以说还是挺干净的 就看一下这些门窗啊 有没有呃损坏的 因为小孩子啊不懂 所以有的时候会抛石头进来 腰坏的也有 这个展示厅这里厨房这里没问题 然后呢前面啊房子这个窗户呢也没问题 我现在去看上外面那些有没有坏的 如果有坏的话再跟我爸报告一下 哇我这个房间啊 这个气味好臭啊 因为长时间啊都没人进来 这些窗啊也是关得死死的 好臭 扫一下吧 平时没人住就是这样 等人住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我们这个房子呢 只要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住几天 平时啊都没人在家里面住的 再加上我弟他们啊 呃在室里面也有房子 这个平时真的是没人住 哇这个门啊 下雨的时候 可能这里到处都是那个 就没时间回来拔理 所以说今天有时间了回来拔理上 好多泥啊 在农村就是这样 这个走廊也是好多泥巴 太多泥巴了 所以说这个在里面说真的还是得有个人才行 每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找到这里 太脏了 看到没有这里啊 平时都没这么脏的 就是前几天我们这里下大暴雨 才会早是这样 现在呢过来后面这里啊 看一下整体 没有坏的没有坏 我就好跟我爸交代了 这些萝卜啊 是我大伯母种的 我们这里是叫大伯母 有的地方是叫大娘啊 这些的 做得挺好的 都枯萎了 这些菜啊都没时间来弄 枯萎了 长草了都 我们这里的土著还是挺好的 前面这里啊 就是我爸 去年花2万块钱 给我弟买的这个车库啊 本来我爸呢 想叫我弟再建一栋房子在这里 我弟呢不愿意说这里的 这个地皮啊太小了 就没有建 然后呢我爸呢 就把它 这个围栏围起来 然后给我弟做这个车库 本来我妈说 不做车库的 然后就说 等他以后回来养老了 就说 种点菜啊 养点鸡啊 鸭在这里 但我爸说太脏了 不养在这里 所以说我爸就 制作主张 把它做成车库了 给我弟 然后呢 在这边 开个门口 然后就是要一天 然后这些杂七杂八的车啊 然后 还有厨房 可能都会建到这边来吧 以后可能 在 对面建议都也有可能 但具体呢 我还 不太知道我爸他们是怎么策划的 先 上楼底看一下 这里已经看完了没问题 哇 上到这里啊 瞬间感觉好凉快啊 因为啊 上面啊 搭了一个铁笔吧 所以说被插的凉快 夏天在这里非常凉快 冬天呢 可以在这里烤烧烤 然后聚会啊 搞party 这些都可以 再看上 上面 看上我们村啊 还是可以的 最后 今年 可以说是今年吧 回来最后一次 看上我们村了 我觉得我们村啊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 也不是说很山的那种 然后呢 都是楼房 高楼大厦 各个都建了 别墅的别墅 然后楼房的楼房 现在建了 几乎像他都像我对面 这一栋一样的楼房 然后之前建了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平房了 这个是别墅 我之前在小永说啊 叫他就是说在我隔壁就是 栋竿 在那块地 买下来 然后建栋别墅在这里跟他结婚生子 他呢 嘀嘀咕咕的 也不知道他愿意还是不愿意 不愿意就算了 我呢 以后跟我姐养鸭 赚了钱了 我打算把 栋竿 挣在块地啊 买下来 然后建一栋别墅在那里养老 我的想法还是挺好的 没什么就可以了 这个第一页呢 还是挺干净的 没有垃圾 因为啊 我爸去东吻之前呢 搭好这个棚子 叫师傅打扫干净了 所以说就没有什么要处理的 没什么要处理的话呢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去东莞了 这下也好 给我爸交代了 哇 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啊 全部是甘蔗 甘蔗还是挺多的 密密麻麻的 粒幽幽的一片 我家门口就是甘蔗地 但那个甘蔗不是我们的 是邻居家的 不过想吃了也可以砍来吃